人们喜欢有趣的太空故事,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对火星的图片寻找诸刺纳记号,进行各种不寻常的推测,人类的想象力让普通的岩层变成了脑海中的面孔,让常见的宇宙射线变成了万星人的通讯信号。 之前,就有一张来自火星好奇号探测系的图片中,出现了一个躲藏在黑暗角落的奇怪物体,那会是一个螃蟹形状的异形生物吗?当然不可能,那只可能是一块形状略显奇怪的岩石,但是人们就是喜欢对这些有趣的推测津津的导,今天,我们就来盘点一些著名的火星去图,以及其背后的科学解释,一块看。 火星上有条大腿骨,好奇号探测系在2014年拍到了这张照片,照片里有一块形状奇怪的岩石,很像是人类大腿上的骨骨。 但科学家们解释说,这个不寻常的形状最有可能是风或水的侵蚀作用造成,如果拉发正在火星上找到什么生物婴孩,估计科学家们都要兴奋的跳上绑顶了。 二火星上的鱼,嗨,这里有一条鱼,好奇号探测器拍到这张照片后,让很多外星人与UFO迷们兴奋异常。 但科学家们认为,这只是岩石的特殊形状与光线角度结合后造成的。 现在,拉发对于这些像是骨骨化石,或动物残骸的东西,统统这样解释。 火星的大气层中一直都没有足够的氧气或其他东西,直持这些复杂的生物体出现。 因此,大型动物化石的存在是不可能的。 三有人在火星上放了一个甜甜圈,在基于浩探测器拍摄的一组同区以前后对比图像中,突然出现了一个像是甜甜圈形状的物体。 有人说它是一种可以快速生长的真菌,但NASA认为这非常荒谬。 最终,NASA给出了解是,这块造型略显奇怪的岩石突然出现,是因为火星车在行进时不小心把它碰到了这个位置。 NASA目前还没有在火星上找到任何甜食,似火星上的华夫饼,虽然上面的甜甜圈应该不是真的,但是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华夫饼。 2014年底,火星开测回到卑星期,在红色星球的表面,发现了一个造型很像画夫饼的岛屿。 这个1.2英里宽的形状位于火星的熔岩流中,研究人员推测,这应该是熔岩在地下,推动火星表层导致的结果。 物悬空勺子,这张有好奇号排到的图像中写是,火星上有一个悬空的长领勺子,而且在地面上留下了清晰的影子。 这难道表明,火星上也开始流行家庭烹饪了吗? 当然不是,科学家认为,火星的重力比地球小得多,所以这样脆弱的悬壁结构,有机会保持相当长的时间,而不像在地球上会快速崩塌。 6.陨落火星的机械战甲,一些火星观测爱好者利用自已可增强了一张2013年号奇号拍摄的图像,图中显示有一大块金属挂在这个星球表面,就好像是一个外星钢铁三陨落在了火星上一样。 虽然我们很期待它是一个外星机械铠甲或是升级虫外雕像,但它只是可能是一块人石,或者是地表受的奇怪照明后的结果。 其神秘生物邪神,本来,这张图只是好奇号在2015年7月从火星上传回,的上百张同期图片中的一张,但在对其图像增强助力后,Facebook上的广泛传播,使它成了最为著名的火星图片之一。 在火星岩石的缝隙中,有一只螃蟹状的诡异生物,正潜伏在阴影中,甚至已经有人给它起了名字,邪神。 但最终,这个形状生物被证实,只是光影的有趣结合,它原本只是一堆碎石。 把火星上的头盖骨,火星上要是真与外星一人,那么想象它们的样子一定是件非常有趣的事,受到诸多科幻电影的影响。 你的脑海里可能会浮现出椭圆,黑眼睛与大脑壳的组合,或是其他一些长着触角或锋利牙齿的形象。 但这将来自好奇号的图片,在2016年初被传回地球时,一下子就给UFO爱好者们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。 图片上出现了一些类似于头骨碎片东西。 密集眼睛观察,这东西确实有些像长着大眼窝的头骨,有小半张脸埋在了地下。 难道火星上真有一型生物的头骨吗? 不,它们只是石头,但是,如果这张图能给大家带来一个有趣的科幻故事也是蛮不错的事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